為了以後參加日前 超頓頂本舍MID所發生的灰災輸垢 難道起公社請家庭 特別採購總是熱顯像監視器 最近進行總體和測試 對著本舍灰色的景色有這麼好的好個 企努宋懷寧希望這次 可以為本舍到安全和空氣品質加一分補充 讓電影民眾安心 你如果看一整個大畫面 你會說噢 噢噢噢噢它就跳出來了 難道起公社請家庭 最近採購熱顯像監視器 在80公斤的記憶 就能解釋到本舍牛來報的溫度 有見於南投市在好幾年前 我們的清潔隊有發生 這個因為垃圾量太多的問題 我們有一些自然 造成我們的垃圾場整個的 火燒災的一些狀況 那麼也看到我們的隔壁的鄉鎮 我們草屯正公所也有這種狀況 而且煙霧瀰漫造成惡臭 我們隔壁的鄉鎮都感受到了這個 非常不好的氣味 那我們施工所清潔隊非常用心 也希望說能夠及少偵測到 我們這個高染的問題 所以呢增設了這個 我們的一些熱的一個感應器 熱顯像監視器可以 解釋到本舍牛的溫度 若是超過經濟溫度 對馬上發生的進步 晚上也會跟相關單位連線 合格益器隔壁控制 可以劃變本舍隊集 自己燒起來 檢查本舍牛灰境 以及所造成的空氣部件 如果這個熱點到一定程度呢 就會自動燃起警報器 讓我們的這個清潔隊呢 能夠及早發現 及早把這些危機處理掉 所以雖然是小小的一個動作呢 我相信對我們的這個安全維護啊 跟這個清潔隊的整個的管理上 是有很大的幫忙 那麼我們也希望讓我們的這些 垃圾自然的問題呢 減少於無形 南島市公所請到隊長林虎心標示 南島市本舍牛大 雖然請到隊每天都有在專門 但他無法劃變隊伍的情形 好友民眾要做好本舍分類 對他可以檢查本舍牛 也可以降格本舍自己燒起來的 發生的機率 記者現身通報道